锁定台式晚间新闻 南韩实境节目玩过头 今年4月前往泰国取景 结果南韩女星李烈因在节目中 捕捞三只兵尾的巨棒 后来更直接把巨棒给吃下肚 节目在6月底播出之后 引发各界哗然 尽管制作单位紧急发出声明道歉 但是泰国官员表示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发 最高可能要面临5年刑期 看到海底出现一只巨棒 带着挖镜的南韩女星李烈因 二话不说潜到水里一把抓起巨棒 她浮出水面之前 还对镜头比出大大的赞 看到李烈因将巨棒高高举起 现场欢呼声不断 但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触发 因为她手中这颗巨棒 是兵尾的大正渠 在泰国被列为宝玉类 南韩女星在台湾在台湾 在实现电视节目 南韩实际节目丛林的法则 今年4月前往泰国南部的 招卖海滩国家公园取景 李烈因一共补到三只巨棒 后来还跟其他来宾 一起将巨棒给吃下肚 节目在6月底播出后 引发各界踏伐 国家公园负责人将画面截图 移交执法单位处理 尽管制作单位发出声明 表示深感抱歉 但接下来还得看检察官决定起诉 或者撤销本案 如果李烈因遭到法院判决有罪 最高得面临五年的刑期 李烈因恐怕始料未及 陈伟仁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